在消息刚传出时呢 你可能还记得 林一世两度大动作召开了记者会自清 他七次强调自己绝对没有收受贿赂 对照他现在自己的声明 坦诚涉入贪毒 有不法所得是格外的讽刺 也有眼睛的网友发现呢 在他原本的部落格里面有一篇文章 他当时畅谈 清廉是从政的要件 而这篇文章呢 现在也悄悄被删除 甚至你可能印象在往前推 在过去陈水扁涉嫌贪污时 他也多次代表国民党发言 他批判贪官就应该要延办 没想到就是他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 换了位置果然换了脑袋 绝对没有收贿 也绝对没有为了所贿不成而施压 曾经七次高分被强调自己绝无所贿 但隔没几天却坦诚犯罪 格外讽刺 眼睛的网友还发现 原本临时部落格置顶的文章 从政第一要件就是清廉 竟然偷偷被删掉 而且这篇文章还是两年前倒贬时期 林一世的肺腑之言 他嘲讽陈水扁从政 只是在满足个人和家族的荣华富贵 贪污就是贪污 贪污就是要延办 是多次当国民党重炮手主动出击 如今却被踢爆 他也疑似收费至少6300万 从时间减来看 99年3月疑似收费 当年的存款就比去年增加了300万 债务更是少了100万 前后照面上至少就增加400万 过去曾经高喊清廉从政 痛恶贪腐 如今看来更是让人请责一堪 中间新闻综合报导